电视报道中 有一位女士 应看到街头很多流浪狗 发心受养 但又因条件有限 所以 她帮助这些流浪狗 事实安乐死 她喊着泪舍 已经帮助你 帮助了2000多条流浪狗 事实安乐死 现在还继续做 请问这个荷法 做法了妥善吗 是否被赢苦 好像是被赢苦 你要真正的 发善心的 你就不应该去受养她 你受养她的时候 你应当把她送到 东国云 或者有个妥善的地方 你收她来 最后还叫她自杀 她能同意吗 她能接受 她要不接受 那你就杀生 你杀这么多 她要不饶你 你将来还命债 这个事情非常麻烦 要记住 这个佛经典里面讲的 这个因果 这个 杀生 要偿命 欠债要还钱 叶英国报 是决定不会 虚假的 这是真实的 因果通三世 所以这个事情 本来就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